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年轻歌手和资深的实力派歌手也已经完成了配对 相比较而言 今年的B组实力明显是碾压A组 一 B组藏龙卧虎实力超A组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中 配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做好了后面很有可能就会事半功倍 这个环节做不好 很有可能就会被其他的组合吊打 所以说如果和合作伙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默契的话 那么自然对这一次的合作是有利无弊的 再者两位歌者的声线唱法等等方面有太多不同 要想要达成一次完美的合作 必须要经过多方面的磨合的 这对于两位歌手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而个人觉得啊 综合AB组的整体实力来看的话 在三期过后 谁是最强的组合 谁又是最强的黑马组合呢 谁又是实力最弱的组合 对于上述的这些个问题的话 大家心中可能也有了最述的答案 目前来看 最强的组合和最强的黑马似乎都在B组 正于楼森男的这一对应该是综艺和实力最强的 然后盖和陈小春这一对应该是会成为今年最强的黑马 甚至会成为最后的冠军组合 总之今年的B组正是藏龙卧虎了 整体实力和知名度均是远胜于A组的 二盖和陈小春搭档成大型追星现场 默契更进一步 最强组合今天我们尚且不做分析 本次我主要和大家讨论的是 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年最强黑马的一对组合 在B组首秀之后呢 陈小春盖牵手成功 之前经过重重的波折 一集声称是陈小春铁粉的周延终于达成了愿望和偶像组队成功 其实话说回来啊 盖拍板定下和陈小春组队的过程还是挺坎坷的 刚开始初配的时候 盖的演唱得到了诸位实力派前辈的一致性的认可 换言之盖虽然被安排在了新生代歌手当中 盖实际上他的综合实力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在他初次的演唱完毕之后呢 前辈们都知道了他的实力是什么 大家都想和他合作 盖却直奔主题 他抛出了直线球 透露自己从小到大的偶像就是陈小春 别的他都不想 一心一意的就想要和陈小春合作 正所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盖果然做到了 陈小春一开始也注意到了他 他也听过盖的歌 但是不知道盖就是周延 盖怀穿着对于偶像的喜爱 兢兢业业的和陈小春开始合作了 而盖呢也不愧是专业歌手 一开始和陈小春其实并不太熟悉 两个人之前呢也是没有跟我合作的 但陈小春和盖呢 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get到了对方的点 对于盖陈小春直言 我和盖在一起觉得他是好久不见的那种 感觉比较舒服 显而易见在默契度方面的这一读 是与远胜与其他组的 三 收藏搭配陈小春的浑厚 嗓音爆发力增强 很多人都会把王源和盖拿来做比较 毕竟现在王源和盖都是和陈小春合作过的 个人觉得啊王源挺会给人合声的 他和陈小春合作的歌曲《红豆》当中 王源独自演唱的那几段声音真的好清澈 虽然说他的声音和陈小春的声音可能没有那么搭 而盖的歌声当中呢 蕴含的是少年的狂放和成熟男人的坚毅和淡定 和陈小春的声音交汇在一起的时候 既有冲击又有融合 此外呢盖和声呢也是很妙的 他说唱的时候本身调子是稍微高一些 陈小春的嗓音呢又相对来说比较的浑厚有力 声音当中往往会蕴含着一些故事感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盖的说唱过程当中 情绪看似是激烈 但实际上呢是有在刻意的降到配合合唱 四 盖陈小春有望冲击今年的冠军 不属于自己自身本来的英语的 如果说不是为了配合偶像陈小春 我觉得他的key应该是可以更高 当然这就是组合能够取得好成绩的核心点 换个方向去考虑 如果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盖和陈小春只突出了自己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会唱得很high 但不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而如果两个人努力的去营造更浑厚 更有感染力的氛围 那么他们就会有望成为今年的最强黑马 就目前而言盖和陈小春的个人能力完全是有目共睹的 再加上与生俱来的熟悉感 个人觉得他们完全会有希望冲击今年冠军 也希望在今后的比赛当中 看到这一对有着更加精彩的演绎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